本日今年疯狂三月全美四强的最后两个名额产生 浦都大学身高224公分的中锋Zak Edy打出史诗级表现 全场出战39分钟,21投13中,罚球22罚14中 轰下40分16篮板的数据 帮助浦都大学以72比66战胜田纳西 拿到中西区冠军 并44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封三最终四强 同时Zak Edy也成为了封三60年以来第四位 可以做到40加15的球员 大家好,我是Terry 其实分区二号种子田纳西对中的选秀热门Doughton Connect 今天也打得很棒 他全场31投14中,三分球12投6中 罚球四罚三中,高效地砍下了37分三篮板 率领全队三分球26投11中,命中率高达42.3% 但球队在篮板球上被普度于47比26碾压 很多两分球的机会没能把握住 在最后时刻,Doughton Connect被Zak Edy送上 足以决定比赛胜负的铁血大火锅 被宣告其封三之旅正式结束 赛后Zak Edy对媒体说 这也算是一种复仇 因为过去太多人轻视我,不重视我 很多教练在招募过程中将我淘汰 包括田纳西主帅Rick Byens 他是一名伟大的教练,毫无疑问 但他以前也在很多训练中瞧不上我 将我pass掉,以后没人敢小看我了 Zak Edy15岁才开始接受正规篮球训练 高中毕业时,他只是一名三星高中生 仅仅有一家D1大学给了他offer 而如今,大四快毕业的Zak Edy 连续两年包揽全美之家球员奖 疯狂三月四轮比赛 场均贡献30分,16篮板,1.8封盖 率队杀入封三四强 并被认为非常有可能加冕今年的封三MOP 至于选秀行情 Zak Edy则有希望进入今年第一轮 甚至是乐透区 葡萄大学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今年最被低估球队 一路下课上拿到南区冠军的11号种子北卡州里 他们今天在上半场落后6分的情况下 下半场绝地反攻,打了对手一个55比37 最终以76比64,战胜名校杜克 41年以来首次进入封三最终四强 而巧合的是,今天早些时候 北卡州里女篮,也26年以来首次进入全国四强 此一小胖蹲DJ Burst Jr出战29分钟 19投13中,罚球4番3中 轰下29分4篮板,三猪攻两封盖 打包对手内线 杜克换了多人防守都无济于事 尤其是把杜克大二内线 选秀热门凯尔菲尔菲尔夫斯基打到没有脾气 这位身高69寸206公分、体重275磅的大武球员 不仅非常擅长利用自己的身材和脚步在篮下硬吃 还有一手小中投,球伤也颇高 他接下来半决赛和沙气ディ的对位 让人非常期待 而渡客大学这边,凯尔菲尔菲尔夫斯基 全场12投3中,三分球3投 0中 �ram篮球5发5中 共催11分9篮板 刘孝大二后卫,选求热门phere's Proctor 手感低迷到离谱 9投0中 3分球5投0中 全场没有得分入仗 全队表现最好的是大一新生 摩仙小子绝对不看 他出战全队最多的40分钟 20投8中 3分球11投5中 8球11发11中 砍下全场最高的32分 外加6篮板 1助攻1抢断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杜克全队3分球 20投5中 也就是说 队中只有摩仙克一人命中过3分球 就这样杜克大学本届封三之旅正式结束 而摩仙小子则留下了 场均21分5.8篮板2.3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50% 3分球命中率也达50% 罚球命中率94.7% 其中两场比赛为其代表之作 看起来这位基本功扎实 投射和对抗能力出众 工作态度极佳的球员 有机会通过封三的表现 提升选球行情 在今年这个选球小年 达到冲击乐透区的目的 最后摩仙哥在发布会上落泪了 比起输球 他更加对于杜克这个团队 表达了感激之情 下一次看到摩仙哥打比赛 应该是在NBA的赛场上了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有个 liberté don't see